有一个演员说得很好 中国演员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是对中国民族自卑感的一个 把他击倒了 说这个你就是18个路人见识不救 就是18个天宫一号放上天 也不能挽回民族自征心 这是一个简直是惨绝人寰的事件 无法去形容的一个事件 那么李博士 你能不能谈一下 就是在中国的文化当中 和在中国的历史当中 刚才陈先生也谈到了中国的历史 就是说在历史当中 中国人对于他人或者弱小的人 需要帮助的人是什么态度 另外一个就是在文化层面上 又是一个什么态度 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首先我要纠正你当时 对司机和18个路人的一个定义 就是说你讲司机可以称作为冷血 后面的18个路人可以称为冷墨 实际上我想 这个司机中第一个司机 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杀人的这么一种定义来看待 为什么 当他前轮压过的时候停下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说他下来 把这个小孩拿出来送到医院去 这个时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车祸 但是这个是他停留了一下子 然后下定决心又踩了又门 又压过去 这个时候他是知道他压了人了 而且他事后的话他讲的时候 他跟那个人讲就是说 他考到是碾伤不如碾死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说他把碾伤赔两万块钱 碾死的话要赔好几倍 这个时候他经过一番心理的盘算 最后他这种邪恶的 是吧 这种非常道德底线之下的这种动机 战胜了这种救人的这种愿望 是吧 最后他压过去了 这个时候他是杀了这个小孩 实际上这个时候 如果他最后他不压过去 这个小孩到今天的话 也许是另外一个情况 很可能就救活了 那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 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 是吧 而且在中国的这个传统这个道德体系当中 历来是讲是什么的 讲见用为是吧 救死扶伤 助人为乐是吧 要做好事是吧 见到这个这样的事情的话 肯定就是出来的 那孟子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如果说彻影之心是吧 光是凭彻影之心的话 你看到一个人要跳检了 你就要冲上去 把他救出来 这是出于一个最本能的这个东西 因此呢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说对于一个 这么一个小女孩 是吧 你他马上可能 你这个不救的话 路人不救的话 可能他还会有车压过去 对不对 而且时间长了以后 可能会死了 是吧 这种如果不救的话 实际上我想 就是在人的 是不是做人资格的 这个道德底线之下了 坏话说 在中国古代认为 就是说孟子曾经认为 人有没有彻影之心 是做人与非人之间的一个区别 那么现在我想 18个人这么大一个比例 是吧 这个基本上18比1的话 那这个比例相当大 那么说明就整个的一个普遍中国的 现在的道德滑落 已经到了就是这个道德底线之下 是吧 因此来说 我觉得中国这个道德沉沦是非常危险的 从这个录像来看的话 这18个路人 他不能说他没有看见 因为你可以看到车啊 人啊 是绕着走的 如果说他没有看见的话呢 他是直着走 如果是在插边而过 是直着走的 但他们显然是绕着走的 这个就是更加险恶了 为什么事后的话 当时他是看见的 然后事后有人去采访他们的话 大多数人都说他没有看见 强调他没有看见 实际上就是加重一个他的 实际上加重他的一个 我说是一种犯罪的这种状况 为什么呢 他说谎 明明你是已经看到了 你又不去救 还不说 你还继续扯谎 说你没看见 这种道德啊 我想这个 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 像那个日本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他就是冷血 不可想象 惊骇 整个的就是说 整个国际社会无尊可待了 就是在国际社会 这种为什么他会用这种词来表现呢 就是说他找不到在文化体系 在他基督教文明 找不到恰当的定义来形容这种 好 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以后 我们再继续讨论 好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现场 回到直播现场 那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小月月走了 中国怎么了 那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个 就是这18个路人和两个司机 那么很值得 研究的就是 既然在历史上 在文化上没有这个因素 那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这个 至少这一部分人的这个道德 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因为这不是一个两个 如果一个人这样的话 那你可以说是一个特例 但是如果说 18个人都这样 没有一个例外 到第19个人 才把他抱起来的话 那也就是说这是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了 一个很普遍的心理 或者是一种道德水准了 那么中国有没有帮助别人的人 就在今天我们知道 在中国大陆还是有一些人 在热心帮助别人的 那么这些人的遭遇怎么样 会不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一个示范 或者是一个警示的作用 这个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我们平时已经见到 见死不救 在中国非常普遍 普遍到了 我们都听到的麻木了 比如说路上有人倒了 不管是病倒还是摔倒 没人敢去扶 这个倒的人没人去扶 扶的人怕那个还倒的人起来 饿上他 就是有见义勇为的人 去扶到人倒回来赔偿的都有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两方面的互相的循环作用 到了今天这么离谱 这么离奇的小悠悠案 这个事情不是中国传统道德造成的 传统道德中有的是见义勇为 有的是起码的良知和侧颖之心 做人的人性的一些东西 也根本不是国际上的 国际上有的是博爱思想 我们在美国 在日本或者欧洲 任何社会根本看不到这样的现象 闻所未闻 而且像在美国 我们看到这个孩子 这个校车是最宝贵的 只要一看到校车 所有的别的车都停下来 一个小学放学的时候 交通都封锁 封锁 然后就是在那个 那个车辆都不能行通 让小孩走 一个小孩如果是失踪的话 整个直升飞机都出动去寻找 而在中国 那个司机居然说出来就是 一样是一个小孩算什么 不就赔一辆万吗 所以这件事情 方方面没怎么可以透视 透视了很多问题 这所有这些人的冷漠 无情 就是完全走过 他的心 要么就是说 这我不管这个事 要么就是我管了 可以忍麻烦 还有一个就是说 对他的父母们当然很同情 但是父母让两岁的孩子 自己埋头做生意 让自己两岁的孩子 到马路上去行走 他们不管 这在中国也失去了 骑马的行为规范 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 另外还有很多的人 在事后来充当 事后出国量 这个事后的这个 放马后炮 来表示自己是好心人 或者来捐款 如果这些人换了那18个人 他们照样像18个人那么做 那18个人说换了 是后来观察 发现这个事件公布之后 有安全感 也会加入谴责的行列 说中国人的这个 沦丧和堕落 绝不是过去的 它是从共产党统治以来开始的 我刚才说的就是 共产党全面的击溃了良心 任何人说真话 你比如说 六四这种屠杀 是为了国家好的人 是受用机关枪来屠杀 而他参与屠杀的学生 被称为英雄 所谓英模 共产党的英雄也是杀人犯 而这个法轮功要宣传是真善人 他们对他是大规模的抓捕和酷刑的伺候 然后中国的宗教亲不起来 宗教是主张 所有的宗教都是主张 善和主张爱的 共产党对他是打压 而且说的是 宗教要干什么 要爱党爱国 搞三次教会 人家是爱神爱上帝 爱爱爱爱人类 结果他扭曲成爱党爱政府 爱所谓的国家 所以说所有这些扭曲 导致了今天中国社会的全面滑坡 全面崩溃 这个崩溃早就开始了 只不过现在是个总悲愧 或者总溃败而已 谢谢 其实在中国古代 也有这种 就是说见死不救的现象 但是这是一个极个别的现象 比如说在1894年 当时一个美国传教师 他曾经写了一本书 他说这本书的名字是 Chinese Characters 就是中国人性格 其实他也列举了一些 中国人冷目的现象 但是sporetic 就是它是一种 不是一种普遍现象 但是今天的共产党的统治下 它摧毁了传统的善额有报 是吧 今天信神 是吧 这种价值体系以后 就是你人没有约束了 我做了恶事 我见死不救了 就是后来压过去 把他压死了 不会遭到什么报应 是吧 心理上很安然 那这样的话呢 就造成了这种现象 就是像砸水 这个砸萌鸦拉开了 哗就出来了 现在就两种情况 变成了就是说 基本上老人倒地 是吧 只要他自己不高呼 说我自己倒地的 是吧 人家就不会去管他 有的甚至就是说 再有就是这些老人 有的也出现了很多这个事情 就是2006年 当时有个彭于案 南京案出现以后 就是有很多的 有一些老人呢 他倒地以后 就抱住那个救他的人 或者是抱住那个汽车的那个后视镜 就赖上了 这种现象也很普遍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法院在判的时候 比方说2006年这个彭于案的时候 他是以什么 就是说他判的这个结果 是助长了这种就是见死不救的这个这种作风 这种行为政策 为什么呢 他他他他那个法官是什么来判断这个事情呢 他如果彭于 这个人就是说他去 如果你没有创他 你怎么会陪他到医院里面去呢 你一定心里有有亏 或者是怎么样 一定是你干的 这种他实际上是把社会的整个的这个心理状态 就定义为就是什么呢 人心是恶的 就是现在社会道德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 就是说你一定是一个坏人 就是说换句话说共产党有罪推定 已经是有罪了 有罪推定本身这个现象 就是共产党这个49年以后执政的一个结果 但是现在这种有罪推定又变成了 他的一个判决的一个这么一个根据 然后又进一步推动了 这么一个见死不救的现象的一个泛滥 所以说今天的中国这个社会的话 我想在共产党统治下是吧 这个道德这种程度是很难这个返回去了 集中难返了 好谢谢廖两位 现在我们接一下几个观众的电话 第一个是纽约的王先生 纽约的王先生你好 你们大家好 这个刚刚那个陈先生的 陈宫泊先生讲的非常的对 这一切问题都是共产制度所造成的 为什么今天大陆上的人 很大一部分人非常的冷漠 非常的这个不关心别人家 你看毛泽东时期 不在天安门广场有一个学生吗 叫什么是李彬彬还是崔彬彬的 宋彬彬 那个毛泽东说 怎么取这个名字呢 你应该叫这个吴吴啊 这个我们这个革命就是 就是流血流汗 管他回去改一改名字 斗争 结果他回去就把他的校长斗争 就杀了校长 就把校长杀了 对不对 谢谢王先生 谢谢王先生 刚才那个位黄先生讲的是宋彬彬 后来他改了名字叫宋耀武 现在在美国 那个我们再接一下 休斯顿陆女士的电话 休斯顿陆女士 哈喽 陆女士你好 请讲 你好 今天看到消息 看到小月月已经死了 心里确实是非常悲痛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我觉得中国人的这种道德沦丧 尤其是在大陆 最丑陋的这些东西 好像都体现在这个 就是来惩罚这么一个无辜的小女孩 18个路人的冷漠 冷血 这确实是让人 真的让人非常气愤 而且尤其是他的母亲 我们都是母亲有个小孩 两岁的孩子 他是充满了好奇心的 到处乱跑 什么都摸的 那你说他跑了这么久 完了都在路上发生这样的事 他的母亲竟然会说 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跑出去的 就是他是去找他哥哥 就跑出去了 我觉得他的母亲是一个完全没有责任心的一个母亲 我对此也非常气愤 所以所有人的没有责任心 所有人的冷漠 全都体现了这样一个小女孩的身上 就是却让他遭到这么大的一个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真的是太不公平了 好 谢谢陆女士 谢谢陆女士 我们再接一下纽约钱先生的电话 纽约钱先生 你好 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今天看了这个呢 这个是完全 中 中